大家好,這集是銀聯鐘錶突藥 今天想說整錶的工具 整錶的意思是 watchmaking 整錶,或者叫做維修 不是生產錶 今天主要講甲鉗,甲鉗可以怎樣分類 我稍後講講,都是涉及一些機芯的東西 看看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是否一樣 甲鉗分類可以分為兩種大類,即是用兩種方法去分類 因為整錶可以有很多,可能涉及十幾二十種甲鉗 第一種分類就是用形狀去分 為什麼用形狀去分類呢? 這種是最常見的,這種是斜斜的,尖尖的 有些是更加尖的 有些是轉彎的 有些是扁嘴的 這個就是形狀不同 當然形狀不同,有它的特定功能 第二種分類除了形狀之外 就是materials 即是材料 材料不同 這裡起碼有三種材料 這四支是鋼的,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鋼不要以為是很硬 相對其他物料是硬的,不鏽鋼來計 我沒有看過用鋼更硬的甲鉗 雖然有,有些是用陶瓷 因為陶瓷有一個功能 就是不全熱 譬如有些弄珠寶 會用砂漠 它不是整支砂漠 其次用銅 這裡有一支是黃銅 其次是纖維 這些都是纖維 或者是膠 有些是這樣的做法 整支是膠 這些是便宜的 有些是頭部是膠 這裡仍然是耐用的 這個位置是不鏽鋼的 這些不鏽鋼也是有彈性的 既然不鏽鋼有彈性 即是它本身也不太硬 它也是調校到這支鋼 不硬是有一個好處的 但完全不硬是不可以的 完全不硬是不可以的 又很難隔到一些細的東西 所以你要用一個平衡 這支鋼起碼 你不會夾箱 夾花一些細的零件 我們先說一下物料 一般用一些夾螺絲 夾一些小件的金屬件 即是一些尖的甲鉗都可以 但尖的甲鉗有一個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太硬 硬到就是如果夾一塊很大塊的 譬如有些錶米經常說 很大塊的甲板 多少份幾甲板 很大塊的 那些或者是自動鋼 自動鋼也是一塊 打磨得很漂亮的金屬 如果這些在慣常的做法 就不可以用不鏽鋼的甲鉗 這樣打橫夾著一塊這麼大塊的甲板 通常如果夾一塊很大塊的甲板 因為打磨得很漂亮 其實甲板也很貴 通常會用鋼 鋼的甲鉗 安全系數都很高 因為甲板是用鋼做的 但它外面通常會倒了 鋼 倒了一層鋁 鋁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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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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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鋁�� 我都很不放心 我要安全一點 你可以選擇用這個 用這個纖維的甲板去夾 還有雖然說小件事 雖然有小件事 夾機心裏面的彈弓 螺絲 細件的零件 是可以用鋼 但有些東西 譬如針 因為針是很麻煩的 因為針通常有一個 很好的打磨 針不可以用不鏽鋼夾 譬如你裝針也要夾起針 但 慣例上不可以用不鏽鋼 因為不鏽鋼會弄花一支針 所以針應該是最脆弱的 銅都不可以 都順不過 用甲鉗去夾一支時分針去裝 不可以用不鏽鋼夾去處理 不可以的 應該起碼要用這些纖維 或者用木 我想有四種 制標的材料來計 通常是不鏽鋼 銅甲 纖維 纖維 另外有一種可以用木 木又是很軟的 木其實可能比纖維更軟 所以如果排硬和軟度是不鏽鋼 其實是黃銅 纖維比較硬 如果有些牌子可以換了一些 你可以想像 它的形狀不是膠的 不是纖維的 是木的 但很貴 就可以夾一些針 或者夾一些夾板 而不傷到它 所以用什麼夾鉗 就真的要視乎你夾什麼 我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擺輪甲板 如果不是很重 也可以用鋼夾 如果真的比較重 因為跟件件的重量都有關 你也要夾著件件 如果一塊甲板很重 你就要用多點力 用多點力 可能有這樣的機會 會不會夾雙硬件的 所以 要考慮不同因素 剛才也說到 甲板 或者自動鋼 通常 都不可以用不鏽鋼 是用銅 或者以下 最美的 你可以很 很軟熟 很溫柔的 可以用木鋼夾 前面的頭是木鋼 那我就沒有了 如果你夾一些針 也是建議 也不用黃銅的 不是黃銅 而是 索膠 或者是對下 如果夾一些針 整體上 最常用都是 拆螺絲 夾螺絲 一般的夾鉗 材料都沒有問題 下次 看看有沒有機會 跟大家說說不同形狀 因為不同形狀也是 一隻尖的頭 和更極尖的頭 當然用法是不同的 因為極尖的頭 可以深入到更細的地方 譬如有什麼地方 adjust 油絲 譬如油絲歪了 就是要用 Tune 油絲 adjustment Hairspring adjustment 叫做 执油絲 中文叫做 會用極尖的頭 換電 通常用膠夾 因為 不想過電 因為過電就有一個不好處 所以膠夾和金屬架 在材料上 亦有 另外種種的功能 整體上 越多 variety 越好 如果你想買齊的 四種 就是 不鏽鋼 銅 木 或是纖維